十年磨一件 2月3日 iPhone的VisionPod 正式在海外市場發佈了 這也是9年前 自從蘋果推出iPhone Watch以來的蘋果 發佈的重大產品線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目前VisionPod的價格 維持3萬至4萬元 而T版本的最高才會炒至10萬元 相信這個新產品 會對iPhone的業績帶來一個奇蹟 目前來說 最新的蘋果公司業績公佈 第一季度顯示收入1195.7億美元 同比增長2% 利潤339億美元 這是第一季度 不過大中華區下降了 大中華區的下降佔到12% 大致上落到208.19億美元 同比減少13% 可以看到近年以來 由於手機的競爭越來越大 相對於iPhone的增速更慢了 所以目前新推出的iPhone Watch & Fit Pulse 會不會延續以前由iPhone 5至iPhone 13 這段的業績奇跡呢? 令到榮果再次引領一個新的時代 首先我們需要看看iPhone裡面的Vision Pod 它有什麼作用 是一個超顯示的視頻工具 也是一個頭大的顯示設備 可以令到每隻眼比4K更高清的畫質像素 它一般會應用在遊戲、電腦、電影等 還有隔節飛行器、無人機等等 是一款MR產品 會帶領新的一輪科技創新 相關的產業鏈都會有一個好的機會 例如港股內的優態科技、順域光學、高位電子等等 不過目前來說 iPhone的Vision Pod 未有正式大量向市場推廣 而且價格都比較昂貴 我想短期內是無法提振到市場的業績 只有在整個產業鏈打通和市場 產生了新的MR產品的流行潮流之下 可能才會帶動業績的增長 iPhone的Vision Pod 現在來說並不可作為一個拳頭產品 令市場再度出現蘋果熱潮 不過相信在未來來說 iPhone的產品 憑著它的高容量和高的生態環境產品配置 有否在MR產品中滲得頭淡湯 好,我們今天的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拜拜!